七十九 太陽報 梁振英明訪經商一帶一路發展 2015年7月11日港文A08本報信 特首梁振英於政改方案否決後首次訪問北京 政府公布梁振英將於明日起一連兩日訪問北京 就一帶一路發展與相關官員會面 並於後日十三日 晚上返港 外界一般相信 梁振英此行有機會與國家領導人會面 討論香港於後政改的最新情況 梁振英昨日一連出席多場活動 首先於早上率領兩名司長 四名問責局長訪問深圳 與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等人會面 他於會面後形容 雙方主要就一系列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主要涉及三方面 包括兩地於創新及科技合作領域 因此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主席楊偉雄亦有隨行負心 有信心深港通與其開通兩真英族旨 會想談及兩地交往通道問題 包括香港邊境口岸設施及手續等 雙方同意香港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負責 深圳方面由深圳市市長許勤負責 為下一步工作鋪開 他強調要改善民生才要發展經濟 深圳一直是重要的合作夥伴 他有信心深港通能與其開通 並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有一定優勢和條件 過去數天世界股市的波動 正好反映香港的制度、法律、政策等發揮應有作用 此外,梁振英當晚出席教聯會晚宴時 提及本港教育問題 指出香港的泛政治化 激進政治力量向校園伸手 令教學環境更為複雜 他認為教師除教導學生知識 亦須培育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國家觀及道德觀 共同學生知識 令人愛宴時など 意味成為人的平衡 你一死人 你真是一人 你偶像反映 icana 惠言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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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